《权力的游戏》只剩最后一集 本以为是且看且珍惜 没想到是一集不如一集 夜晚千里迢迢走八季 最后碎成玻璃渣 龙妈解放人民整九年 最后强行被黑化 真是编剧一张嘴 粉丝两眼泪 从最终级开始 龙妈就步步黑化 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所以当她最终被雪诺杀死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后面的故事线 却令我们哭笑不得 龙妈死了 雪诺也因此被关了 那么谁来当国王呢 我们已经知道这是最后一集 不太可能有篇幅展开新的权力争斗 但是就因为小恶魔的一句话 这么几个人就草草决定 用民主选举方式 这是不是有点太随便了 而王位的最佳候选人则是布兰 小恶魔给出的理由 简直让我们笑出诸教 因为布兰无意争夺王位 而且布兰也不太可能有孩子 所以他最适合当国王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之前被烧死的瓦里斯 还有灰虫子带领的无购者大军 岂不是都能当王 至于无心争夺王位这一点嘛 布兰可是说了一句 你以为下半身瘫痪的我 千里迢迢来居林城是干嘛的 就是为了铁王座呀 真是细思极恐 权力的游戏 耗石八计 最后就这样选出了国王 编剧真是把权力当成游戏了 这还不算完 三傻又来了一个骚操作 在对新任国王表示祝贺的同时 还表明我们北京要独立 然后 新任国王布兰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请问布兰的这种做法 让铁群岛 英朝城 奔流城的诸位城主都怎么想 人家是不是也可以私底下和你开个小会 顺便宣布要独立 难道就因为三傻是你姐姐 所以就有特权 那么其他城主是不是也可以给你送个姐姐 或者妹妹 大局已定 雪诺竟然成了最悲催的 最初因为是狼家的私生子 所以流放长城做了守夜人 八计过后 虽然变成了龙家的合法继承人 最后还是要做回守夜人 回首他在这八计的历程 就是狼家覆灭了 他出面夺回临东城 异鬼入侵了 他出面对抗异鬼 龙妈封魔了 他出面首任龙妈 还世界一个太平 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 编剧又把他送回去守夜了 这是和雪诺什么仇什么怨 总结起来 狼家这几个人的结局 真是各自奇葩 布兰成为大陆上第一位民选总统 全城躺赢 三傻成为北境女王 宣告独立 雪诺又回到长城看大门 一切回到原点 而二鸭则突然表示 自己其实一直要立志成为哥伦布 出去走走 发现新大陆 权力的游戏 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而山姆 也终于奉上了这本叫做 《冰与火之歌》的旷世巨著 但是小恶魔 却发现书里根本没有提到自己 那么请问我们追的这八季 看的到底是啥 其实从第五季开始 原作者退出编剧团队 我们就隐约感觉到了 也许看的是个假的全游 不多说了 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全游 曾经口碑爆棚的Top10吧 人人都恨熊孩子 而乔佛里恐怕是全剧 最让人恨得牙痒痒的熊孩子了 所以他不仅要领盒饭 而且这份盒饭 还要在最猝不及防的时候送上 这才符合全游的调性 于是正当乔佛里在自己的婚礼上 置得意满的时候 突然浑身抽搐 蹊跷流血 挂掉了 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们也是一脸满足 作为第四季的最后一集 开篇并不算精彩 尤其是当巨龙被锁在地堡之后 似乎也就没什么高能了 但是当小恶魔将自己的爹 射死在马桶上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全游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全游 而全剧的最高潮是在结尾 二鸭扬帆起航 寻找神秘的无面者 当他说出那句著名的 凡人皆有一死的时候 我们明白了 后面将有更加高能的历险 等待着二鸭 小恶魔的这段激情演讲 不仅是全剧的经典场面 也是可以在影史留名的一段 极具人性魅力的高光时刻 神转折已经成为了全游的标志 而红毒蛇和魔山的这场决斗 绝对堪称最经典的反转之一 我们都希望代表小恶魔的红毒蛇能够获胜 而编剧似乎也让我们如愿以偿了 然而 红毒蛇突然来了个平地摔跤 变成了一团肉酱 看来不是只有反派才死于话多 覆盖七国版图 围绕五王之战展开的全游 有着庞大的世界观 几乎每集都要展开多条故事线 而这一集 却难得的只讲述了黑水河之战 同时完整展现了 施加各成员的新路历程 大敌当前 暴君乔佛里胆小无能 老狮子泰温气场全开 当然最打动人心的 是小恶魔终于从幕后的谋士 蜕变成一位战场英雄 这一集汇集了不少高能桥段 尤其是布兰 为大家现场直播了异鬼的诞生 但是这些都不如这句 Hold the door震撼人心 这条埋伏了六季的故事线 最终揭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悲剧 一句守住城门 成就了如今的HODL 也最终引领他走向悲壮的死亡 瑟西在这集奉上了全剧的又一个高能操作 送走了小玫瑰 大麻雀等一批重要角色 最终称帝 与此同时 全剧的其他几条故事线也发生了重要转折 二鸭学习弗雷迦 老玫瑰 沙蛇和龙妈 也在多恩达成同盟 这些似乎都预示着 新一季会有更多高能 一只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异鬼大军 在这集终于和雪诺开始了首次正面交锋 我们不仅见识了龙精的威力 同时也和雪诺一样 震惊于夜王强大的招魂能力 血色婚礼 仅这四个字就是粉丝心中永远的痛 为什么这样一场臭名昭著的屠杀 居然还能有如此高的口碑 婚宴 歌舞 还有我们自以为戴在史塔克家族头上的主角光环 把这些美好的东西毁掉给你看 也许这就是悲剧的魅力 全游中有许多精彩战役 可是却无一能撼动私生子大战的地位 对于全游来说 场面和特效早已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否则最后的长夜之战的口碑也不会这么惨 大家更看重的是战斗的逻辑 和对整个全游世界产生的影响 雪诺和小波皮 这两个站在善恶两端的私生子的正面交锋 绝对吸引人的眼球 另外 相较于各种CG特效 这种万人迭罗汉的操作 也许更能让观众切身感受到古战场的震撼